起立坐下 别看李先生现在活动自如 以前可是上下车都有问题 因为常年打篮球的伤害 膝关节磨损变形 考虑到换上人工关节就没有办法运动 选择最新的自己软骨 层片移植 用自己的组织来重建膝关节 常年开车很辛苦 比如说我开车下来的时候 我还开休旅车哦 我没办法走 比如说我下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停 停大概三分钟左右 我做一些伸展我才能动 就是它那个血液好像不能循环 然后我膝盖严重变形 利用自体移植技术取出膝盖软骨组织培养 再以成片堆叠回病患体内 因为是自体组织不会有排斥的问题 也能保有运动功能 开放手术两年以来 累进65起病例 一次费用约80万元 医师表示自体细胞不像是人工关节 会有后续运动和融合问题 大幅提升病患的生活品质 这个软骨层片的他们在堆叠方面的技术 大概两层到三层 我们可以做到五层 那这个在堆叠技术方面 可以补比较严重的病例 透过稳定的细胞再生技术 让病患用自己的组织来改善疾病问题 成为未来医疗的新趋势 老人家跌倒一直是家中有长辈民众所担心的问题 因为严重的跌倒可能会导致长辈长期卧床 严重甚至死亡 医生表示应该要鼓励长辈多运动 而不是过度的保护 跌倒我们最当然跌倒是老人家最可怕的疾病 那跌倒有可能造成脑部出血 各处的骨折 那尤其以下肢骨折是最严重的 根据卫福部 一百零七年的六十五岁以上事故死因 第一名是交通事故 而第二名就是跌倒 平均每十万人就有二十五位的老年人 因为跌倒而造成死亡 过去一年中跌倒的比例高达六分之一 显现出老人跌倒的问题相当严重 那下肢骨折之后 很多人就没有办法站起来 而且他的退化变得很严重 医生建议年长者需要培养平衡运动的习惯 来改善肌耐力跟平衡力 透过肌力训练走直线做平衡训练 在椅子坐站二十下 扶桌子蹲站训练 绕八字走路 简单又容易学的平衡运动 可以减少跌倒风险跟改善慢性疾病 持之以恒来避免健康恶化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猫咪的黑头发中 仔细一看突然长出了几根白发 许多民众觉得白发是衰老的象征 为了不显老就擅自拔白发 但这个举动就要特别小心了 有医生提醒白白发除了会造成疼痛之外 恐怕还会导致毛囊发炎 健康的毛囊呢 绝对要避免毛囊细胞的发炎 那毛囊发炎是造成掉头发 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当然也会造成白头发 那么要确保它的那个功能好 就是营养要充足 医生表示一般来说造成白头发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30岁以上的民众 会出现自然老化造成白头发 另外就是基因关系 在25岁之前出现早发现白头发的情况 就是少年白 最主要它还是一个人 就是我们年纪大老化的现象 所以也就是说毛囊里面的黑色素细胞 有点退化或是减少 导致没有办法维持一个黑色在里面 变成白色的头发 一般来说可能30几岁的时候 开始会出现一些白发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白发会出现的比较明显 民间传闻把一根白发会长三根 医生表示是错误讯息 其实白发是由其他的毛囊继续长出来 提醒平常压力大 或是作息不正常的民众 以及过度染发或烫发 也有可能造成的头皮受伤 老化跟压力与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 都会让黑发渐渐变白发 因此要特别注意 八达新闻综合报道 又是练二头肌又是练脚力 高龄想要减重真的不能 只是少吃一定要多运动 因为根据统计 50岁以上平均每年减少0.5% 到1%的肌肉量 65岁以上族群 肌手症的比例 男性有23.6% 女性也有18.6% 增肌减脂相当重要 不然肌手症找上门 更会增加死亡风险 有时候老人家饮食会比较不好 所以怕说饮食不好 体重又降低的话 容易感染 容易造成失能 容易造成跌倒 所以要一点点本钱 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不要太重 医师表示高龄者减重 不可以吃得太过清淡 只挑软的吃 三餐也不能够不定时 因为可能会有肌尾性肥胖症 所以医师建议高龄者如果微胖的话 也不一定要减重 除非有四种状况 如果身体质量指数大于30 如果有三高的问题 如果有关节的问题 如果有呼吸睡眠中止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建议做适度的减重 为了减重少吃 热量不够 营养不足 反而可能会让肌肉量大大的减少 罹患期少症的长者 容易因为四肢无力 平衡变差跌倒风险也会增加 随不得不防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脊椎臀部熊丸等经常骨折 导致无法行走或爬楼梯 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 不只影响生活品质 一年内死亡率更高达20% 正常老化过程中 大约从35岁开始 随着年龄的增长 骨质会开始流失 因此了解自身的骨质密度 来预防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它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疾病 民众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疼痛 等到发现的时候 常常都已经是骨折之后才发现 根据统计大约三分之一的台湾妇女 在一生中会发生一次脊椎体 宽部或晚部的骨折 男生则大约有五分之一的风险 因此如何增加骨密度也是关键 单纯靠营养补充通常骨密度是无法上升的 顶多就延缓它的流失这样 可是在骨鬆的患者上 维他命D跟钙的补到足够是必须的 去健身房做一些重训或是跑步 或是你身体维持在一些像登阶或是太极 就是身体一直有维持到负重的情况下 骨质才比较容易流住或是流失减慢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可依据临床病史诊时为低创伤型骨折 或依据骨质密度T值小于或等于-2.5来判定 而骨质密度的测定则以中轴型的双能量X光吸收仪 Dexa为黄金诊断标准 且因测量腰椎及宽骨两个部位 医师指出骨质密度检测的意义在于定期观察骨质流失状况 每2-3年定期安排骨质密度检测 若发现流失速度异常快速 因流液是否因为代谢或内分泌疾病引起 即使没有骨质疏松也要高度重视保健 避免措施顾骨骨骼黄金期 报道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喔 没错